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R所为的图形的面积 这道题应该说跟上面三道题都有不一样 都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呢 关键是这条曲线给的比较特殊 我们通常节奏标的方程给都是什么给的 给R等于Rθ 就是R用θ来表示 这怎么样 θ用R来表示了 就像我们给的方程 通常比如说Y等于Fx 现在我给你一条曲线怎么样 是X等于Y来表示 所以这就稍微有点不寻常了 对不对 那这道题怎么做呢 当然其实说穿了并没有什么 说穿了怎么样 首先你按照标准的先把这个图大概画一画 到底什么样的图形 好 那么看一看 很简单 第一条那很简单 就是设限 三分之根号三π 三分之根号三π大概多少呢 请注意这个根号三是1.7几 除以三大概0.6不到一点 所以是大概是二分之π超过一点 0.6π 好 看一看 这就是0.5π 二分π嘛 所以0.6π大概 大概这个地方 我们大概 当然不可能非常精确 我们大概是这样 这是一条射线 对吧 三分之根号三π θ等于三分之根号π 这条射线 请注意 θ是个角度 现在用弧度字来表示 就是三分之根号三π大概这样 对吧 好 然后呢 另外一条曲线呢 就是这条了 这条怎么办 这条当然 我们还是没有别的办法 我不可能用 把θ来表示R 反显是解不出来的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咯 R慢慢增加 看看最后怎么样 好 R等于0 R等于0 那不用说了 R等于0 θ也等于0 这个点是个圆 是个开始点 然后怎么办呢 那就看这个 咱们对这个公式熟悉不熟悉了 对这个 rktengit 那么rktengitr r如果等于三分之根号三的话 请注意 我在这儿写一些 为了清楚一些 一个是r r如果等于三分之根号三 其实我取的正好是 特殊角嘛 对吧 rktengitr 就是r等于三分之根号三 那么请注意 rktengitr 三分之根号三是谁呢 那就是tengitr 哪个角等于三分之根号三呢 那好 显然θ等于 如果没有前面那个r 那就是六分之π 没错啊 30度嘛 但是前面还有r 那你就乘上r好了 那就是在乘上三分之根号三 这个数字大概你看大概多少呢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大概是 刚才我说大概0点 因为这是1.7几嘛 所以不到0.6 对吧 那么除以它呢 这个是大概是 所以θ大概就是 0.6 0.6除6 大概0.1个π 0.1个π 对吧 很小了 0.1个π 那么好 这个是2分之π 相当于这个地方要分成 5分了 对吧 0.1 来 大概在这儿为止 所以r等于三分之根号三的时候 三分之根号三的时候 三分之根号三 好 三分之根号三 大概这个数字 请注意这个数字是大概0.5 0.6左右 好 如果这是1的话 那么好 大概这个点在这儿 请注意 一开始在这个地方 现在跑到下来了 圆点 现在第一个点 好 第二个我们选一个点 θ等于 6分之π 这个 这个r大一点了 那么我们就考虑 这个其实就 其实还是考虑特殊的角了 就是什么时候 这个r等于 比如说 r等于 等于1吧 r等于 对吧 r等于 r等 r等于就是 r和tanin r是多少呢 那么就显然r和tanin r是四分之π了 对吧 就是r如果等于1的话 那么θ本来就是 如果那个时候 这个是θ应该多少呢 θ应该 如果没有前面的r 那当然很简单 就是四分之π 但前面有个r 所以乘1 那很好 乘1 问题不大 乘1的话还是四分之π 好 那就四分之π了 这个角度就是四分之π 请注意 如果r等于1的话 我们刚才这个是1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点 四分之π 没错吧 r等于1 θ等于四分之π 好 下面呢 我再往再大一点角度 那么好 比如说 我们考虑 再考虑一个角度 那么我们知道 有一个角度 我们知道 再大一点 一个特殊角度 就是 如果r等于根号3 这个时候请注意 tanin的三分之π 就是根号3的 我们为什么要选这个 就是这个目的 因为tanin的六 三分之π 等于根号3 选它了 好 那么看一看 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时候 r等于根号3 θ等于多少呢 如果没有这个r 没有这个r 那就是 r角tanin的根号3 就是三分之π 前面要乘根号3 请注意 本来是三分之π 又乘一个根号3 三分之根号3π 三分之根号3π 那好了 那也就是说 正好就是这个地方来了 请注意 我们这次选 像这个图 稍微要注意一点 就是实际上呢 我们选 我们怎么取r呢 取r你看 都是很简单 就是tanin的特殊值 特殊角 这个是多少 tanin的r如果是三分之根号3 tanin的θ 如果是三分之根号3 θ多少 θ六分之π 但是我们这个函数前面有一个三分之根号3 有个r 所以我这还得乘三分之根号3 这下面都是这样的 这个本来取这个e 因为我想θ 我们是选这个特殊角 本来θ是等于四分之π 但是你还得乘这个e 但是乘了e以后 当然还是四分之π 这个东西也同样 是吧 本来是特殊角三分之π 但是要乘这个根号3 所以这个就得到θ最后4 由于这前面有个r 所以特殊一点 我们就选了三个点 对吧 好 第一个点在这儿 1 对吧 r等于3 是根号3 很小的 很小的 那么θ算出来 是很小一个角 请注意 那下面是368 上面是根号1.732 所以只有多少 只有0.1 0.1都不到一点 一个θ 对吧 0.1π 所以很小了 对吧 好 但是呢 四分之π的时候 四分之π的时候 我们就找 这就正好是1了 两个点了 请注意两个点 第三个点就在这儿了 就这个点 那好 那是多少 就是二分之根号3π 二分之根号3π 大概多少呢 请注意 这根号3大概是 刚才我们已经 这个地方 它的r数到r是根号3 就1.7了 如果这个是1的话 那是要 这就是1 1.7大概到这个位置 差不多 1点 这个是1 1.7大概到这儿 好 三个点 三个点 但是这三个点 我们并不是 并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用光滑的曲线 把它连起来 好 完成了 你看 而且确实围成一个图形了 你看 一个是这条θ 等于三分之根号3π 一个这条曲线 从这儿出发的 正好围成一个图形 那好了 既然这两步咱们解决了 问题 解封也就解决了 怎么样 好 按照公式写吧 而且起点和终点都很清楚 对吧 我们这个图形怎么来的 从这儿这样转出来的 从θ等于0一直到这儿 哦 那就行了 A就等于1分之1 θ从哪开始 0开始 到哪 到3分之根号3π R平方 Dθ 那大家也许会说了 那R怎么表示 R是这个 在这个式表达式 这个曲线是它 咱们怎么反解出来 不可能反解 不可能反解怎么办 这个同学说的好 怎么样 θ可以用R来表示 那咱们就变 换变量 就把R当解分变量 好 那就行了 θ等于它 那怎么样 θ在后边做微分吧 哦 那就行了 1分之1 0 3分之根号3π R平方 不要动它 把它当解分变量 θ谁 θ后边这个 哦 那么 第2 第2 对吧 这个解分先对R求导数 那就是R Tangent R Tangent 这个R R求导数它不动 然后再加上R不动 R Tangent R求导数 1加r平方dr 我们来计算这个东西 不过要注意了 刚才我们把θ换成r了 那么这个地方接风变量也要换了 但是这次换起来就非常容易了 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我们其实已经 这个关系已经找到过了 这个地方r等于0的时候 θ等于0 对吧 θ等于0 对应r也等于0 是从这个地方 到这儿呢 θ等于3分之3π r等于多少 根号3 刚才我们做过 对不对 所以这是1分之2 这个地方上面应该是 接风线应该改变了 这个地方接风线 对应这个θ等于3分之3π 这个应该是根号3 好 那这个接风下边就好办了 可以接了 那么一共两项了 第一项 0到3 根号3 r乘r可探紧它r 显然用什么 用分布接风了 好 r可探紧它r留在外面 根号 r平方放到里边去 变成第一 r3次方 除以3了 没错 这是第一个 加上第二个 第二个呢 好 2分之1 0到根号3 这个乘到里边去 那就是变成r3次方了 r3次方可以写成r3次方 加r 减r 1加r平方 dr 没错吧 你看 r乘到里边是3次方 我加一个r什么目的 可以除 然后后面这个r呢 很好做了 下面 第一项 下面我们有两块 我们把这一块请注意 这一块呢 r平方 乘上r可探紧它r 接风 对吧 好 我们先把这一块写 拿出来 是1二分之1 先做这一块 对吧 好 这块毫无疑问了 是分布接风 0到根号3 r平方 放到这个切方号里边去 变成 三分之一 r可探紧它x放在 探紧它r放在外面 然后 r平方到里边去 变成r3次方 没错吧 这一项 后面这一项呢 好 我们待会再做 0到根号3 r乘到里边 r三次方 1加r平方 dr 没错吧 好了 第一项我们分布接风 分布接风 2分之1 u乘v 这里边是3分之1 这俩相成r3次方 r可探紧的r 下面是0 上面是根号3 减去 他们俩换位置 对吧 换位置什么意思 就是r3次方拿出来了 0到根号3 r3次方放到这地方来 这个东西到后边去要求导数 求导数呢 等于1加r平方 这有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dr 那么请注意 这个和这个是同样的一个事 请注意 对不对 0到根号3 r3次方 1加r平方 dr 好 下面我们看一看 这个四次最后等于什么 这个接风呢 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 这个 有的时候 当这个接风的像比较多 或者有些 有的这个函数 稍微复杂的时候 有的时候呢 不容易 每一项都搞 搞得很 很 很准确 有的时候很容易出错 细数啊 符号 很容易出错 好 那这样下面 第一项 二分之一 这个呢 好 根号3往里面带 根号3往里带呢 很简单了 那就是 r3次方 就是三倍的根号3 那么除以这个根号3 正好是根号3 然后 r 可 坦尼特 根号3 恰好是三分之π 没错吧 零往里带 那当然是零了 好 后面这个呢 请注意这里啊 合起来 正好是三分之二 没错吧 三分之二 好 零到 根号3 那么 采取这个方法 那么这儿 加一个r 减一个r 好 加一个r 和这个分母上就 分出r来了 再减去r 1加r平方 dr 好 等于 二分之一 三分之根号3π 后面这个呢 那当然就好接风了 第一个是r 接风 好 这里三分之二 r接风呢 就是 二分之一r平方了 对吧 这个呢 其实也是很好接风的 这个r可以放到里边去 变成二分之一 r平方 那么这儿有1 再加一个1 r个1加r平方 下面是零 上面是根号3 没错吧 这个计算还是挺复杂的 好 最后 二分之一 三分之根号3π 后面呢 好 这个2和这个2都约掉了 也是加上三分之一 根号3往里带 第一项 是3 减去 螺个 一下根号3的平方 4 螺个4 0往里带 0 这个计算 稍微还有点复杂 有点复杂 好了 下面我们看另外一个几何图形了 就是要求这些几何体的体积了 那么第一类呢 先看看移植节面积的几何体 下面看 如果几何体的底面 于x头垂直 几何体有底面和x头垂直的 而在x处呢 平行底面的截面面积为x 求其体积 什么意思 看图 看了图就比较清楚 这是一个几何体 你看 是一个 这个形状很特殊 很随便 可以说随意一个几何体 但是呢 有特点 什么特点呢 这个几何体的底面 你看 左边和右边这个底面 是和x头垂直的 垂直的 那么在当中的任何一个地方 x的地方 对吧 在ab当中任何一点x的地方 如果去用一个横截面 什么叫什么样的横截面 当然也是垂直x头的了 去截 截出来的会有一个截面 在我这个地方 你看 就那个 这个地方 这个图形 这个截面 这个截面叫做ax ax ax 那么也就是说 不管什么地方 你去这样截 截出来一个 垂直于x轴的一个横截面 这个面积是知道的 这个面积知道 好 求它的体积 什么地方 任何一个横截面 或者其他就是 垂直于x轴的 也就是平行底面的 平行底面的这个面 去截 截出来面积都知道 求它的体积 好 那么怎么来求它的体积呢 违远法了 没有别的法 违远法 违远法怎么说的 你看 考虑x到x加底x上 一小段体积 那么你看 我这也画出来了 x到x加底x 就是正好两个截面 你看 这是x地方的这个截面 后边这个呢 是x加底x地方的这个截面 两个截面 这个中间加了一层 一小薄薄一层 一层这个面积 这个体积 对吧 这个体积怎么算呢 老办法了 这个体积我们把它看成一个什么 请注意 很薄的 很薄的一个 我们把它看成什么 看成柱面 柱面 柱面呢 请注意柱面 侧面应该是和底面垂直的 侧面 母线应该和底面垂直的 但是现在当然这样一个东西 这个这样一个很薄的像一个柄一样的形状 当然不是一个真的柱面 对吧 因为边上这些地方 你看 显而易见吗 这个侧面这些地方和底和这个和你这个底面不垂直的 但是可以请大家想一想 这个当你这个delta x非常 dx非常小的时候 那么这个误差是多少呢 现在我请注意 我现在是用 把这个当柱面处理了 柱面处理 那就是相当于认为是这个底和这个侧面的母线是垂直的了 那么这样算太好算了 底面界乘高 高是dx 误差多少呢 误差大家可以想象 误差 我现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 好像是多算 对吧 因为你看到这里 到这个面到这个地方慢慢是小了 变小了一点 那么好像是多算 好像多算 多算多少呢 我们在这里看一看 当然我现在画的比较是比较圆的 其实不一定圆了 这个并不是一定 不一定是个圆 这个图形啊 这个截面截出来不一定是个圆的 反正是这么一个图形 好 那么这儿呢 也有一个 请注意 本来图形并不一定是圆的 我这因为画的方便起见的是这样的 这个地方是x 这地方是x加Δx 就这一层了 像一个饼一样这一层了 这个图形请注意 我们现在是什么算的 把它当柱面算了 底面就乘高 高是dx 对吧 那么有没有误差 肯定有了 这误差大概多少呢 你看 大概 如果 如果是 如果是上面的底 这些底面和 过来这个底面和这个底面是一样的 那就是一个标准的柱面 那么大概这个地方 你看 大概这个地方 这种还有 这个地方是多算了 多算了 对吧 当然这是个立体的图形 是多算了 但是呢 请看 当Δx去0的时候 这个一层东西就像一个好像是一个边一圈边一样 这个边状的东西请注意怎么样 它的这个面积也是取零了 所以这个误差大概是多少呢 是这个厚度dx还要乘上这一圈 这一圈的这个面积当然也这个时候 随着这他们趋近这一圈的这个地方它也去零了 所以这俩乘起来怎么样 当然是个高阶无穷效 所以我们这样做呢 也就是说 后面是怎么样 是它Δx dx的一个更高阶的无穷效 这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就符合我们用的这个维员法的基本原理了 所以我们就得到V就等于Ax dx 下面呢 来看一个例子 看一个例子 半径为A的圆柱体被底面平面和过底面 直径而于底面层α角的平面 结的一个圆柱器 求它的体质 那么这个呢 可能大家可能会觉得 这个什么叫圆柱器啊 不是很清楚 把这个句话再好好分析一下就行了 一个圆柱 我们首先来画一个圆柱体 圆柱啊 上面我们先不画上去 圆柱被底面平面 这就是底面平面了 这下面就是底面了 对吧 和过底面直径 过底面直径 我们把底面有一条直径给它画出来 我们把底面有一条直径给它画出来 看到吧 看出来了吧 这个平面斜的 这个面和这个底面的夹角是α 一结出一个圆柱器 现在应该说比较清楚了 这个图形 这是底面直径 这个是去结的那个面 结在圆柱上 结出这个曲线来 这是底面的那个圆 圆柱的底面的那个圆 对吧 这是圆柱的侧面 这么一个黄色的圆柱器 圆柱器 现在要求什么 求它体积 怎么求呢 那就要想 我们要想 当然我们想把这个问题归结为怎么样 就是刚才那个 结面和X柱平行 垂直的那个结面都知道 那么这个题做的方法就比较多了 做的方法就比较多了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呢 采取一个选了 什么选X柱呢 大家看 我们采取 这样选X柱 我把这个圆柱 说的话补充一下 好 我们是这样取X柱 也就是这一条取成X柱 这是原点 就是刚才那个直径 这个底面直径 取成X柱 这是X柱 对吧 好 下面呢就要去截面 去截它了 截它嘛就是 比如这儿是 咱们来给 随便给一个X 这个点是原点O 这个随便给一个X 好 那么这个X呢 请注意 有个截面去截的话 在这个圆柱器上 会截出什么来呢 我来先画一下 大家看对不对 看对不对 垂直与X柱 会截出这么一个三角形来 没错吧 截出一个小小的直角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 好 如图 咱们就来 有了图啊 应该说好 比较清楚 说明问题呢 有的时候说也可以简化一点 如图 对吧 选择X锁标系 选坐标系 选坐标系 坐标系也很清楚了 就是选的那个底面直径 对吧 好 那么在X处 在X处 在X处这个横前面 现在就是这个白色的直角三角形 X多少呢 是多少呢 对吧 好 过X 对吧 过X处 过X处 好 在圆柱器上的截面 圆柱器 截面 截面 为X X等于多少 我们看一看 这个直角三角形 球面积太好球了 底层高嘛 二分之一底层高 好 那么 这个现在这儿是X 这个底层和这个高 那么请注意这个角是多少呢 这个 这个角度 这个直角三角角度是多少呢 有的同学可能已经直 刚才说了 就是这个 这个平面和这个底面的夹角 因为 这是一个两面角 你看 这是垂直于这个直线的 这也垂直于这个直线的 所以这个垂直于 两个垂直于这个平面的交线的 所以这个角是个两面角 所以这个角 请注意 这个角度是α 这个小小的角度是α 那么好 那就好办了 只要知道下面这条 就知道上面这个高了 好 我们又把问题简化了 只要求出这一条来 这条是多少呢 再要做一条线 我再来做一条线 可能你就更清楚了 这条线什么 底面半径 半径是多少 半径为a 底面半径是a 这个请注意 这是个直角 这又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请注意 又是个直角三 不过这个直角形在什么地方 在底面的 在底面又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对吧 好 那就好办了 所以这一条是oa 这个是底面直径 所以这一条是多少呢 如果我们这一条求出来好 那这一条就是 根号下 底面半径是a方 减去x平方 就是这一条 是这个直角三角形的 对 这个直 这个直 这个直角 对吧 这个是底面直径 对吧 这个直角三角形的 一条直角边 所以是斜边的平方 减去 这个直角边的平方 开放 这一条呢 是 也是这一条边 乘上tangetα 那就是这一条 好 二分之一 这两条直角边的成绩 太简单 二分之tanetα a方 减x平方 好 那下面这就简单了 体积V V怎么做呢 那按道理应该从后边接到前面了 最内端接到这边 那其实前后 两 这个显然 这个圆柱器可以看成前后两个半个 对不对 那么好 我们只要从零接到这儿就行了 两个 零接到这个地方 是半径是a了 对吧 好 背景函数呢 ax呢 写的慢一点 是ax dx 那就是tanetα 0到a a方 减x平方 dx 那么最后等于 a方 看见它α 看见它α 还是写在前面吧 看见它α a常数解分 常数乘于区间长度 a三方 这个解分 三分之一 x三方 a带进去 a三方 0带进去 0 最后它的体积是 三分之二 a三方 tanetα 那么这个呢 这个题啊 看上去也许大家觉得图形画出来以后分析的时候可能当中 一开始如果叫你自己做你也许会不是那么那么清楚 不是那么清楚 但是这个题呢其实是对我们分析 尤其几何上这个一个分析 一个图形 了解一个图形 了解一个图形 以及呢 这个掌握这个如何选取变量最后来做积分是很有好处的 这个题啊我们以前曾经在 曾经在对这个外语系的同学上数学课的时候讲过这个题 当时有一个女同学 当然这个同学现在早就早就毕业了啊早就工作了 当时她呢 把认为这个题她很有意思 她选择了好几种方法来做这个 就是做这个积分 她选择好多方法 比如说其实当然大家可以猜想了 比如你看我可以这样 我刚才是这样的这样切的 对吧 截面这样切的 那显然我也可以这样截了 这样切你想截出来每次都是一个什么 一个小矩形 这个方向截 对吧 就是这个垂直于这 如果把这条直径画出来 垂直这个直径去截 结面这个圆柱器每次都截出一个小小的矩形来 那么AX就是矩形 最后截分从0截到A 那可以 对吧 还有的同学呢 还有人考虑 我从底面往上截 平行的 平行底面的再往上截 那不也是一个截法吗 那还有呢 选择这谁做变量呢 选择θ做 选择这个夹角做变量 就是 也就是相当于 最早是和这个X头是 夹角是0 那么当然现在是还没有截到了 然后慢慢慢慢转动 慢慢慢慢转动 转动就去截 每次截 当然也截出这个三角形来 每次θ慢慢转动 转动增加增加 一直转到这个地方 那每次不也 结束个三角形嘛 但是这个三角形和它不一样 那么它也用这个方法去做 对吧 有很多方法 那么这个同学大概用了 用四五种方法 五种方法 最后知道 这个它的方法比较好 那么老师觉得这个学生不错 怎么样 推荐给他推荐到一个杂志里边发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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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